大家好,欢迎收看,观战一把五安鱼条石,目前S1条香,遇到了割剧,直接抓吗?好,最喜欢这种了,观战谁就抓谁,条石带飞轮,走了,想了想这条石,这条石应该是这四个里面最难抓的,相对来讲,感觉勘探员确实应该会比较好抓一点,因为画家这个角色呢,就是让你抓的第一刀打中 看来这边也确实不太好去交磁铁,万一取消一个擦刀,插眼割剧,这把呢,不抓条石有点可惜,因为我们毕竟观战的是这S1条香嘛,对吧,但是对于割剧来讲呢,抓条香石确实有点,感觉在开玩笑 这个角色,在墓地,对吧,板子这么多,他而且带飞轮,三瓶香水,怎么抓 他不失误,我抓不了,看探员这里的话,手里还有个飞轮,这块主体也先顶,顶完以后前面板子,拍吗? 想操作一手,这块板子拍了呢,其实相对来讲是保下线的,然后玩这块板子呢,也可以想拔高上线 整个击倒,对于穷者来讲,应该是不太有任何的真剩可能性了 虽然说看待员好像,想象当中有26,然后画家这边有画的支援,但是这一切都得建立在密码机够的情况下 现在密码机不够,插个眼,压住杨师的机子一个回速做防守 哭起小手这边有没有过来,绕过来,套上薄命,看一下哭起小手能不能无伤救人吧 比如火箭炮晕了以后,这边一炮,啥都没晕到 这边,割据应该是能够判断到你可能想干嘛,因为这个,想象当中都是,对吧 来一炮,然后把这个人给无伤救下来,画家这边掩护 似乎真的有在想要去再打一手,那就看这边,勘探员 画家顶了一幅画,这幅画应该是没有画满的,刚刚没留意啊 但是这幅画这么快,应该是没有画满的 确实画不画满都够,勘探员翻出这个窗了 再来,勘探员震慑倒地,画家这里也算是做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够不够呢,不是特别够 人的话挂上,这个地压室其实不是特别好挂 我觉得没有必要挂地压室,挂地压室割据其实是让节奏的 为什么,因为这套阵容他们能救人的哭起小丑现在是半血 你挂地压室就真没人来救了,对吧 你不挂地压室,挂在外面,顶出去打求生者 我觉得反而求生者来救,抓这个救人的一个节奏 然后求生不来救,你还可以更快的顶到外面去干扰密码机 这,这也要救 好吧,来救了,我没想到 我想象当中可能是压个耳鸣什么的 而且这波你还别说,这波救了,不仅救了,他还 这个震慑好难受啊,这个震慑真的有点难受啊 那抓条项市吧,宝宝 条项市就在中场,这边他要补个眼 外面的密码机我们来想一想,哭起小丑这边的机子能修完 画家应该绕过去补自己的机子了 现在画家这边,先翻箱子 摸了个球 你还真别说,这条项市往中间一站 手里面捏着三瓶箱水波加一个飞轮 歌曲真的,看都不看他一眼啊 一点兴趣没有啊,这条项市我看你一眼 都是浪费这一眼的时间 看到哭起小丑了,哎,哎,兄弟 鲜美可口哭起小丑 非常非常的清晰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知道自己要抓谁,而且这边是个地压室 不过呢,机子其实差的不多 机子其实差的不多 我觉得这一手可以干嘛呢 把人挂进地压室以后,或者切尸厂 直接把中场的机子踹了,踹完以后 他要追一刀,这边的话 画家 比如说画家这一手 牵制,其实 拖的时间,把中场的机子给拖开了 感觉 不好意思啊,这地压室不带中场 我有点人傻了 脑回路有点问题了 这这这这这这 砸了个板子 呼叫手教自己,这边调师 当里面修机,画家外面起心机 没有任何问题啊,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可能 这窜戏了,怎么觉得 中场有地压室呢,有地压室 刚才应该是挂了,挂了以后踹一脚 失常,然后人机同手,应该是蛮香的一个 节奏 这里 调师 在一半的中间压着 开始拔眼 这边画家还在坚持 这画家其实这局 我觉得做的真不错 他的整体牵制,他给到队友的支持 我觉得一系列啊,包括他抓 十击进地压室救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 嗯,现在找到枯几小丑 枯几小丑这边 倒嘛 感觉要倒了 但是你说结束了嘛 好像还真没有 对吧 调师这边的一个选择就很聪明 我来丝毫机修 哎,我给这边的密码机压力 你管不管嘛,你挂不挂人嘛 等会,这调师的香水什么时候浇完了呀 三匹香水已经没有了 这边过板 砸头没砸中 飞轮没交出来 画家这边被迫交自己 开始抢机子嘛 抢机子的话他要抢调师刚才那台 那这样的话 回头找到这边的切闪现 好的 两个都是交自己 最终找到调师 完成多抓 锁定四个 嗯,有点点可惜 感觉中间有一个节奏点就是 画 那个画家倒地的时候 哭起小丑提前拉开 或者说哭起小丑一直就不要修机子 先补状态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中间就是先抓掉了这边的 哭起小丑 他是个交自己 然后再回头接到画家 然后再来抓 对吧 这个中间如果说有一波能扛住 可能还真的能亮机 那我就摆